其實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已經都非常關注的就是凱米的動向 要來告訴觀眾朋友的就是呢 這凱米颱風啊 它的強度現在呢 是已經超過了本來的強臺的標準 也就是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鐘51公尺這樣的颱風 也就是說它現在呢 不僅是今年第一顆登陸台灣的颱風 還是強烈颱風 透過我們這張雲圖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呢 這颱風也現在已經是清晰可見了 非常的扎實 那麼原本呢 是在今天清晨的時候就是開眼了 但是現在這個強度因為非常的扎實 所以呢它的颱風也相當清楚 而且還可以看到這雙眼強 而這雙眼強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代表的就是呢 它現在呢不僅非常的強 而且是已經來到了巔峰 但是它同樣也有另外一層的意義 也就是說這已經是它最強的時候了 也就是說接下來 它的暴風圈觸碰到台灣 接著它的中心即將要登陸的時候 這個強度就會慢慢的減弱下來 但是大家同樣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呢它現在還在靠近我們台灣的一個過程當中 而其實現在對於台灣的影響來講的話 在降雨的部分就已經非常的明顯了 整體來講今天降雨累積的狀況 目前是以太平山 現在累積的降雨量是已經來到了400多毫米 接近470毫米了 但是呢如果是以石雨量來講的話 大家都會以為說現在雨最多的 應該還是在北部或是東北部一帶吧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環流不斷地甩進來 目前水氣最多的反倒是哪裡呢 反倒是屏東的泰晤 它的石雨量是來到了有91毫米 很多人對於這個數字可能有一點點陌生 但是如果是以北部的觀眾朋友來看的話 你看看窗外現在的這個降雨量呢 大概就是石雨量有10多毫米 因此泰晤這裡的石雨量是這裡的8到9倍之多 也就是說這個降雨量是非常的驚人 至於在這個風力的表現方面的話 包含了像是在藍雨 其實藍雨的這個風速測到的 就已經又來到了13級的強陣風了 如果呢是在彭嘉宇也有11級 基隆也有10級這個風強宇宙的狀況呢 接下來依舊會一直的持續下去 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那麼氣象局就已經 氣象署就已經發布了這個強風告警 我們來看到有哪些地方呢 所以颱風逐漸的要登陸我們台灣 包含了像是宜蘭的蘇澳 還有宜蘭的南澳以及花蓮的秀林 這個幾個地方呢可說是首當其衝 因為呢這颱風的路徑就很有可能會從宜蘭 或者是北花蓮一帶來登陸 所以這幾個地方要特別當心的就是很有可能 在未來的這24個小時之內 可能會出現平均風速來到了12級 或者是瞬間陣風來到了有14級 很多人對於這14級的概念呢 可能有點陌生 我們以為大家來整理一下 這個14級如果是發生在海面上的話 那就很有可能會捲起滔天巨浪 但是如果是在陸地上的話 那麼就是建築物要當心了 很有可能會出現冥水的損壞 也就是提醒大家 接下來這段時間還是不要在路面上 應該說是不要在外頭在活動了 那麼接下來再來看一下這颱風的基本資料 目前凱米颱風是在宜蘭東南方8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23轉15的速度呢 持續的朝西北移動 也就是說它的速度有稍稍加快了 那麼近中心最大風速前面已經為大家整理了 它現在是已經來到了每秒鐘53公尺 也就是說已經跨過了每秒鐘51公尺的門檻 而且是比這個51公尺還要來得更強 不過呢可以算是另外一個稍微好消息 就是說這已經是它最巔峰的狀態了 那麼隨著它靠近我們陸地到時候呢 它的這個狀態它的結構就會稍稍受到破壞 那麼強度也會稍稍減弱 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現在依舊有250公里 也就是說它依舊是非常的胖 非常的強 那麼接下來很多人在關注的就是呢 這個颱風到底什麼時候呢 會慢慢的離開台灣呢 我們就來看到這張圖表 這張預測圖 可以發現呢它現在距離台灣大概是80公里 不過呢隨著它的路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是有一點點特別的奇妙的地方 就是它有稍微在移動的時候呢 會呈現一個V字形 而這V字形就是因為它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受到了陸地的干擾 所以會稍微往下掉一點 接著在移動到陸地上的時候呢 就會受到它的干擾 會呈現一些滯流打轉的現象 會在這裡持續的影響台灣 那麼現在看起來這個颱風的中心要出海 可能會是做在明天的清晨 那麼什麼地方出海呢 現在看起來很有可能會是落在桃園 新竹苗栗這一帶 那麼到底明天還會不會放颱風架呢 相信很多人都在關注這個話題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的 目前這個颱風的這個暴風圈清洗的狀況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全台各地目前 這個暴風圈清洗機率都有高大了100% 但是呢 連放兩天 這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也為大家來回顧一下 先前上一次連續放兩天颱風架是什麼時候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就是在去年2023年 因為當時有杜蘇瑞颱風 所以中南部其實去年就曾經 連放兩天颱風架 但是如果是以北部或東半部來講的話 上一次連放兩天架可能就要追溯到2009年 有就是莫拉克颱風的那個時候了 當時是連放兩天 但是這一次可能嗎 我們就接受過接下來這兩張圖表 來為大家說明 首先要來看到的是風力的預測 您現在所看到的這張風力預測呢 是在今天深夜二四點就是十二點的時候 接下來的風力預測的狀況 可以發現全台各地都出現了黃色還有橘色的色塊 代表的就是這個風速在平均風速的部分 都會達到七到八級以上 再一次如果是以瞬間強震風來看的話呢 全部都來到了十級 甚至是十一級 也就是說如果是以放颱風架的標準來看的話 全台各地在風力的部分 今天晚間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全部都達標 但是如果是以降雨來看的話 又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到這張降雨趨勢圖表 我們看到明天7月25號 在中南地區全部的色塊呈現什麼色呢 那就是橘色不對 應該說是這個紫色還有紅色的色塊 代表的就是這個累積的雨量 會達到300毫米 如果是以300毫米來講的話 放颱風架在中南部地區是明顯達標的 但是如果是北台灣跟東半部地區呢 可以發現它的色塊呈現的是橘色還有黃色 代表就是其實這個降雨量可能沒有達標 怎麼說呢 我們可能要把明天分成上下半天來看 如果是以上半天來看的話呢 北部跟東半部同樣全部達標 但是如果是以下半天來看的話 因為隨著颱風會慢慢的遠離 到了下半天的時候 這個降雨情形就會明顯的緩和下來 也就是說在明天的上下半天 要分成兩個區塊來看 上半天達標 但是下半天可能就沒有達標 因此要考驗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智慧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颱風走態